那下面在不同的 基底之间 要 可以做所谓的 unitary变换 unitary算符 unitary算符 unitary算符在数学里面表示 它的特性是这样 它跟它的 Hermission算符 这个成绩 成起来是 一个单位长度 然后它 等于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样的关系 算符满足这样的关系叫做unitary算符 那这个算符有这样的特点 就是对于 对于这样一个任何一个态alpha 任何一个态alpha 那这个u 这个alpha 对 那我们知道它是等于1 对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alpha 那这个是这个 那这样一个东西我们用 这个Hermission的这个定义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相当于 这个 u alpha 跟这个ualpha的 这个 内积 这个Hermission 就是这个Hermission的内积 对 这个相当于这样 那这个东西又 又是相当于这个 alpha这个kit 跟alphakit的内积 那所以这个u基本上扮演的是一个 保持这个内积结构的 保持内积长度的 是一个保长的一种变换 这个变换 那这个保长长度在我们的 这个太向任空间里 长度的平方是表示 跟这个相对的几率有关系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代表一种 这个几率的 这个几率的 几率的守恒或者是有关系的这样量 这个几率守恒的意思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要看 这个unitary算符里面 假设它的 这个 它的 这个本真向量是什么 这个 假设我们有一个 这个unitary算符的本真向量 叫做这个u 小u 那它作用在它上面是相当于一个 这个 一个数 对 乘上这个向量本身 好 向量本身 那 这是一个数 这个 这是一个数 那 我们 这个 我们做这样东西 这个 这个 u 好 这个 这个等于这个unitary算符 作用在 好 这个东西是 这个等于这个u跟u的 这个长度 对 我们假设它是 这个 长度u化的这种 这种态的话 这个东西基本上是这个u 我们说它是它的这个这样对 那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u 这样的一个内积 对 这样的一个内积 那照这样的这个定义的话 我知道它是u 好 那因为这个内积的Conduate 百零力的特性 我就知道 这边的 这个 这边的 这边的 这个 这个把它乘起来是 这个u的 共二负数 乘u 好 然后 这个 好 那 这个拿出来以后 这个东西 这个是这个u跟u 那这个对于一个 任何数 这个要相等的话 这个u跟u的成绩 必须是1 u跟它的这个共二负数的成绩是1 那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知道 这个它的本真值的绝对值是1 对 那绝对值是1的这种负数 这个u是负数 对 而且它绝对值是1的话 那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写成这个ei 这个u 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把它写成一个ei lambda这样子 ei lambda这样子 那这个lambda是时数 在这边 这个unitary满足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u跟 那我们通常 假设不满足1的话 任何一个这样的关系的话 对任何一个算符n的话 满足这样的关系的话 那我们叫它做 我们叫它做n式normal 正常的 这个normal 那这样东西 这样东西 normal这样东西的话 我通常可以 这个u显然是normal 这个u unitary算符是normal 是normal 那这个 好 那这个 好 这样子 我们通常可以这样子 我们normal 这样东西 我通常可以做这样的事 一个叫做n加 那这个n不一定是 n不必是 n不必是 不是hermission 这个 通常假设不等于这个 不等于这样的 那我通常可以这样做 这个东西 加起来除以2 对于normal这样东西 我叫做一个a算符 对 a算符 那这样东西 a是normal a是hermission 好 这个 那还有 就是这个b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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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减掉 这个 n的hermission 这样除掉2i 好 那这个ab都可以证明 它是hermission 对 a 这个b 是hermission 好的 各位可以验证一下 这样定义出来的a跟b 它是可交换的 好 那我就可以用这个 跟这个n有关的ab 把它做 对ab做 这个spectral decomposition 那这样的以后 spectral decomposition以后 那它就可以在这个ab的spectral decomposition里面 这个对角化 对角化 这个对角化 那对这样的一个对角化的一种情形 a跟b可以对角化 同时对角化 ab可以同时对角化的话 那这个 a这个表达出来的这个对角线上的元素 a跟b的话 它都是在对角线上 那这样的东西 那我可以用这样的东西 做这样的spectral decomposition 作为一组基底 来计算n跟这个n dagger 那我们会发现 这个n跟n dagger的这个东西 是其中这个n dagger的话 假设这个n的话 可以写成这个 这个时数 这个时数 这个n的这个 在这一组基底里面 n的这个 eigenvector 跟ab的eigenvector 是差不多的 那这个n的这个 eigenvalue是a加b 这个 这个a加b 等一下 这个 是跟这个互相有关的 这个互相有关的 那其中一个这个n dagger 那我们可以算出来 这个n大概是这个二分之i 对于一个aibj的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tie的话 好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是这个a i 这个n是这个 对于这样的一个aibj的tie的话 好 假设在这个里面 我们用刚刚的这个表达的话 这个p i 这个qj 这里面的话 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 这个a的表达是 这个a i 那b的表达 假设是这样的话 这个bj 那这个n在用这样的 spectral decomposition之下的 这个 这个 它的这个对应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eigenvalue的值 好 这个 这个nk n写出来的话 应该是 n写出来的话 是这个 n写出来的话 是 是这样 好 这个是a i 这个把它 这个乘过i来 对 然后这个 把它加起来 好 加起来 所以加起来是这个n 好 所以这是n是a加 这个bj 我们用k好了 这个i 这个j 这个j 好 这个ak 因为这边这样乘i上来 所以就会知道它是这样i i是这边的i的意思是i平方等于负一 这样子 这样子 i平方等于负一 这样的 这个是bj 对 然后 可以把它写成这样的 好 可以把a写成这样的一个decomposition 好 这个spectral decomposition 它是一个这个负数的 好 这个负数的这个本真值 好 这个本真值 那同样的我可以把这个 同样的我可以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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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ion adjoin 这个adjoin 它可以把它写出来是这样的 这是a k 它的这个公二负数 i i 减这个bbj 这个 这个是很容易就证明的 唯一你要证明这件事稍微麻烦一点 这个很容易证明 好 那这样的话 那 这样选择的话 我就知道 在这边 好 在这边 它是可以对角化的 这样的话 选择以后 我知道这个u 可以 在 这样的一个选择里面 这个 做这个对角化 这个 这个是 这样表达出来是对角化 好 而且对角化的这个aibj就是这个u 这个 那我们 就是这个u 这个是u 所以在这边这个u等于这个 我们这边假设好这个 这个n是用这个u表达的话 好这个 那u的话就是可以写成这个 u可以写成这个aibj的样子 那我们好这个就是这个cosinlambda 对加上i sinlambda 好 那这个对应的就是这个ak这个bj 所以在这个意义下 我们整个这个u是可以对角化的 这样 由这个u是normal 这个u是normal的话 我们说这个u可对角化 那这样u写出来是什么呢 在我们这样选择的一个东西选出来的话 它可能就是这个ei 假设它是n维的话 这个就ei lambda n 那这些lambda不一定通通是不一样的 它有可能是一样的 对一样 这样的东西 那这样以后我们就知道 这个u在用这样一组基底 这个选出来的这个东西的话 它写出来是可以这样对角化的 这个对角化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猜测 这样我们可以猜测 这个u的形式 可以uk是这样形式 这个对角化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 这个u写成这样子 这个指数i 这个某个a 某个这个 比如说叫做g好了 这个g 那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那g是什么呢 g是其中这个g g把它写成这个 在这个 在这组基底里面 选出来的这个g 是这个lambda 1 lambda2 那这些又是时数 那我们就很容易知道 它g是hermission g必须是hermission 因为这些是时数 这个lambda是时数 因为lambda 这个i是 那这个g是hermission 好的 那通常一个 这个u都可以表现成 这样的一个东西 写成这个某个东西 这个 ei这个 一个hermission的 这样的算符 那这样算符 我们可以 这个1到底 我们知道1是 这个指数化 指数化 那我们可以去仿效 然后在 这个 微积分或者这个 时数里面 指数函数的 这样的意义 我们是可以这样定 对 一个et可以这样定 是1 1加上一个无限大的数 除掉t 对 然后再用这个 这个n次方 然后当这个n取 无限大的时候 这是这个 把这个负力的周期 无限的缩短 这个 这样的时候得到的 就是一个指数函数 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比较一下 这个u是等于什么呢 相当于这样的话 这个u其实是等于 这个 因为这边是算符 这个 1就变成一个单位算符 加上一个 这个ig 除掉一个无限大的 除掉一个n n是正整数 n是 让n取近无限大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unitual算符 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东西 经过无限次的这样作用 无限次的不断的作用 可以产生的 那这个 这个东西 G我们通常叫它做 这个除掉n 这个我们叫它做 除掉这个以后 我们叫它做 这个infinitesimal的generator u的infinitesimal的generator 这样的东西 那这样的东西 我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那照仿照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 在一般来讲 我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这个i 这个g 这样的意思 那这个意思由这里来定义 由这样的一个关系来定义 由这样的一个关系来定义 接下来我们可以这个 做一个 这个 可以应用到这个 unitual算符上的一个重要公式 这个公式叫做Host of Campbell公式 formular 这可能超错 这个 这pin可能有错误 这个 好 没关系 那我们这个公式是这样 假设这个ab是算符 或者你就把它想成矩阵的话 那我们假设这个A是一个hermission算符 不过没关系 好 这个 那我们假设 做了这个 一个 这个 基底之间的 unitual的变换的话 这个标正变换的话 好 我们把它写成这样子 好 这个1 负 这个 i这个b 乘上这个s 好 这样 那s是一个时数 这个时数 那 这个 ib b 可以是刚刚的一个hermission的 这个算符 对 那 这个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前面 应该是它的 这个unitual算符的 这个hermission 这个adjoint算符 对 好 所以是正的 这个ib s 好 这个 好 那我们或者 就把它写成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 ib 就是我叫做 ib叫做一个c 这个 ib叫做一个 任何一个东西 这个 ib叫做 这个 ib这个叫做 任何一个东西 好 这个 这个f算符 好 对 这样 我们可以 这个 把这件事 这个 对 这个 s在 这个s等于0 附近做 tile展开 这个 这个 tile展开 好 那 这个 tile展开的 这个s等于0 好 再来这个 好 这样东西 是一个 这个 s的函数 对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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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g 在s等于0 附近做 tile展开 好的 对这个s说 tile展开 好 那这个展开的 当然你这个 好 这个展开的这个 就是设这个 g 等于这个 g0的 加上这个 这个 一阶层的 这个s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 我们把它展开以后 我们等于0的时候就算A 这边是S等于0 这样式子你对S为分的话 你先对它为分的话会跑出一个F 然后这边不为 然后你为分一下 相当于F 加这个左边不为分右边为分 加这个左边不为 右边为分的话会变成一个这样 会变成这样 因为是负的 那你再取这个S等于0的时候 这个剩下 这边都变成1了 1 1 就变成这个 减掉AF 那这种东西常常出现 我们通常就叫它做一个这样的跨谷 这个跨谷有特别的意思 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跨谷是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把这个在S0的这个 然后这个式子你再做对 对这个 在做S的话 你又会发现 这个又多出一个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不断做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这个展开 这个G0是这个A 第一项是这个一阶层 这个S 然后S 然后这个 这个是这个F跟这个A的所谓的对异跨谷 那我们再做下去的话 你假设细心去做下去的话 就是这个S平方 这个F 再对这个对异跨谷的对异跨 这样的意思 那然后这个点点点点 这个 好 这个 好 这样子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大约是这样的关系 这样的东西叫做 Hostel Campbell Formula 这是在量子力学里面非常有用的东西 假设把F用Ib带进去的话 每一次你可以拿出 假设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 它就跟Ib的对跨弧有关系 通常可能做几次以后就中断了 或者是它交互的反复的出现 你都可以加起来 就像sine cosine这样反复的出现 那样都看A跟B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对于跨弧的关系是什么 那有时候就马上就中断 就变得很容易 那这个是在量子力学里面做计算 在算符做计算的时候 当你做这个基底的改变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这样的一个公式 这样的一个公式 这个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学习好 那在量子力学里面 这个unitive算符到底有什么用呢 那我们可以看 这个通常 这个 其中量子力学里面有几个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 这个整个太空间随着时间的演化的这个算符 那这个多半对这个 受到这个 这个系统的 hematonium来考虑 这个受到这个作用的影响 那这个演化的算符通常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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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s可以把它变成时间 这个b是一个hematon算符 就是时间演化的算符 那在这个空间的平移 空间的平移 也是一种算符 那相对于空间的平移的算符 在古典力学里面就有一个 所谓的这个动量 动量的概念 是动量这样的东西 对 动量这样的东西 那 还有在空间的旋转 这个 假设我们把空间旋转了以后 它这个基底会做什么样的变化 那 就 那 这个 这个 对应的这个b算符 就是一个 这个 这个 角动量算符 角动量算符 那 那这些都是重要的 这个 重要的 这个 这个算符 我们将来在量子力学里面 会一一交代 这个一一交代 那 还有其他的 种种种可能的 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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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来再一一交代 那我们今天 就到这里 好的 这里 好 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